我的爷爷是个大变态 爷爷用砍柴刀将我爸爸妈妈还有奶奶全都砍死了 当时的场面真的是太惨了 本来爷爷也是要把我给砍死的 可是在他朝着我举起砍柴刀的时候 他那血红的充满杀气的目光 突然间黯淡了下去 接着他扔下砍柴刀 大笑着扬长而去 天网恢恢疏而独漏 爷爷很快的也被执行枪决了 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被爷爷毁了 我本来还有个二叔 但是二叔在早些年前出去打工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村里人都说二叔已经死在了外面 从此我成了孤儿 村里人看我可怜担心我会饿死街头 纷纷把没吃完的剩饭剩菜都拿给我吃 后来我们村的村长居然提出要收养我 但是村长却提出了两个条件 第一我必须得随他的姓 第二我被他养到18岁以后 就是要和他的女儿结婚 表面上看 村长收养我是善局 但村里人都暗自议论村长不是个东西 大家都知道他那个闺女是个怪物 就是那种一个身子上长出两颗脑袋的畸形人 村里人都说村长上辈子造了孽 所以才生出这么一个闺女来 这样的怪物肯定活不长 即便是能活长以后也绝对嫁不出去 但谁都没有想到村长把我招喂了桶养去 早早的就为他那怪物闺女找好了男人 村长很得意 村里人很愤怒 我这么好好的一个孩子要是娶了村长家的怪物闺女 那这一辈子就毁了呀 可是大家敢怒不敢言 因为村长家的势力极大 村长的亲大哥早年间去城里做生意发了价 是个大老板 村长的一个亲兄弟 是朕派出所的所长 所以村长平时在大街上都是横着走的 而我毕竟只是个孩子不懂那么多 为了讨口饭吃 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中了村长的圈套 自从入坠到村长家成了同养去之后 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村长的老婆是个母老虎 常常对我腰五喝六 家里的众活脏活都交给了我 要是我稍微做不好 母老虎就对我又打又骂 更让我无法忍受的是 村长家的那怪物闺女 一个身子顶着两颗头 天天对着我傻笑 我走哪儿她就跟哪儿 晚上还要和她睡在一起 让我死的心都有 这怪物有时候会突然间大笑 有时候会发疯般的朝外跑 有时候会突然自残 挺吓人的 不但是个怪物 而且还是个疯子 村长严厉地警告 我不许嫌弃她 说她那闺女就是我媳妇 我必须得时时刻刻看着她 要是出了什么差错 就为我试问 所以尽管那怪物让我觉得恶心 但我还是每天紧紧地看着她 万一出点差错 我可能要被村长两口子给打死 时间一晃而过 直到我十六岁那年 我二叔突然间回来了 村里人都感到很惊讶 真是见鬼了 他二叔早年间出去打工 不是死在外面了吗 怎么突然间又回来了 而我二叔回来之后做了两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 他把我们家的老屋给重新翻修了一遍 然后我二叔做了一面大旗 插在老屋的正前方 大旗上面写着三个烫金大字收魂人 村里人都跑来看热闹 我二叔站在大旗下面抱拳对着看热闹的村里人说道 各位父老乡亲我李二回来了 承蒙各位父老厚爱 我李二今日在此搬杆子立大旗 从此以后谁家要是遇到邪事鬼事都可以来找我李二 在这世上就没有我李二解决不了的邪事 没有我收不了的魂 大家别听李二骗人 他要是真有那本事 怎么会又回到这穷山沟里来混 一看就是个糊弄人的神棍 接着我二叔来到了村长家准备接我回家 不巧刚好碰到我真在猪圈里面喂猪 长生我是你二叔 你快过来跟二叔我回家 正当我高兴的正准备跟二叔回家的时候 不料却被村长带了个正着 村长迅速挡在了二叔的前面 李二你来干什么 长生已经不信礼了 他现在姓张 他是我张家的人 你凭什么带他走 二叔二话没说 直接一个发掌狠狠地扇在了村长的脸上 李二你竟然敢打老子 我看你是活泥歪了 长生是我李家的独猎 你竟敢让他毁你兴 你算的什么东西 你 你 村长喘着粗气 细地说不出话来 二叔则直接拽着我的胳膊就朝着外面走 而就在这时 村长家那怪物闺女 哇哇大叫着从屋里冲了出来 她的身子一颠一颠的 两个脑袋一晃一晃 别提有多吓人 怪物冲到我的身边 一把将我紧紧抱住 怪物的嘴里依然不停地哇哇怪叫 惊慌的二叔此时如遭雷击嘴里说了一句 双 双回罗刹